這是我國緊張籍新疆艦 搭載雄風二型飛彈 是海軍首騷 自主設計500噸級軍艦 曾經擔任過新疆艦艦長 呂履師服役20年 退役6年 能參加國防部要推的 週末戰事計畫 當我們離開6年或離開7年 簽證都要重新認定的 那要花多少時間去簽證呢 坦言退役後再回到部隊 專業知識得重頭來 恐怕難以解決 當下兵員不足的困境 國防部規劃週末戰事 鎖定退伍8年內 擁有高戰力 高專長 與高技術後備軍人 海軍艦長或陸戰隊員符合資格 陸軍則是向戰車駕駛 或懂得機密武器操作 空軍週末戰事 則例如戰機駕駛 或地形維修等專業員才 飛行員是高專長的 是的 他回來週末 你F16要不要讓他飛一下 這個我可能會讓他 他當我們磨砵機的教官 週末戰事能否成功 又應是關鍵 國防部規劃 參與人員每月回到部隊2到4次 美軍週末戰事給雙倍日薪 國防部規劃 以當初退伍直擊月薪 除以每個月22個工作天 就是日薪 例如上位週末戰事 日薪約2550元 是再值時日薪1.45倍 除了高階人才 基層軍事訓練員也嚴重不足 未來還要推一年內退伍的市官長等 幫忙訓練四個月軍事訓練 薪水比照限職 少子化木兵季度落後 還有民眾在國發會 全民參政平台上提案 女生也需當義務役 賦予人數已過半 其實也是可以吧 什麼時候 就練一下體能之類的 以現在的狀況 女性並沒有必要去當兵 女生當兵正反兩極意見 但兵力短缺 木兵制一再跳票 國防部明年編1800萬預算 招募400位週末戰事 但薪水又因與民眾能否有時間配合 再再考驗 執政成敗 這位黃明堅家園 台北報導